为了省200元停车费 两朋友狼狈为奸 结果倒贴5万元 为了省每天200元的停车费 北市安东街这个停车场 竟有两名男子狼狈为奸 逃票 29岁的廖心男子与28岁的林心男子 平时开这百万名车到北市上班 其中廖心男子在北市这处停车场 已购买月票停他的爱车 前年啊 两人竟想出这招逃停车费 有廖心男子先开车进场 接着立刻大回转刷票要出场 但等到出口栅栏升起 廖心男子就到车入场停在一旁 让林心男子从出口处开进来顺利逃票 前年8月14日 银体车场的电脑显示异常 业者发现这件事报警处理 两人到晚后坦诚 以利用这个手法骗了好几天 愿意赔偿损失 但业者拒绝和解坚持提票 不过因业者无法提供 其他几天的监视画面 检方检认定两人炸得200元 将他们起诉 而两人在法院审理时 可以超5万元与业诊合戒 法官因此将他们各办拘役10天 换薪亮年 动物新闻还被公告 Deutsche Presidente 主席 全都市有监视 特色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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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